台灣連14天中共肺炎病毒零確診 醫師黃立民表示 到冬天以前都還不能放鬆 社區可能還有一些隱藏的傳染鏈 可能還在進行 防疫不能大意 目前大概很難放鬆 頂多是這個大型的聚會 會稍微放鬆一點點 會可能把人數上限增加一點 或者是說 你有好多有好的戴口罩 有好好的管治的話呢 一些中型的活動可以讓你恢復了 因為現在幾乎所有的會議都停擺了 頓目艦隊爆發中共病毒群聚感染 700多名官兵全面進行抗體檢驗 分送三大實驗室同步檢驗 結果卻不相同 黃立民表示 三家結果不一致 可能很難有結論